昨天,我们讲述了不定式做宾语,做主语,做定语,和做状语的句型 那些句型都比较容易理解,对吧?也比较常见,比较常用 然而也比较容易学会 那今天咱们就讲一讲不定式的特殊的句型 就是不定式的特殊的句型 是哪些呢?在第一类,第一类,我们就讲是形容词加不定式 形容词加不定式的这种状况 就形容词加todo,todo就是不定式,对吧? todo是一个,就是不定式,如果你不想写中文,对吧? 你不想写很复杂的东西来表示不定式 那就不定式,就用todo代替,因为do是gan,gan 你做任何事情都是gan,对吧? 任何的动词都可以用这个gan来代替 所以todo就是todo呢? 那就是在动词前面放一个todo,那不就是不定式吗?对吧? 所以就是形容词加不定式 形容词加不定式的这种情况呢? 在这个句子里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OK I'm sorry to hear your bad news 什么意思啊? I'm sorry,我是难过的 就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对吧? 对不起,不好意思 todo就是不定式了 不定式后面接的这个动词听见 就是听见,听到,听到你的坏消息 糟糕的消息,对吧? 所以这个不定式就是to hear your bad news 这一长串就是不定式 hear是那个动词,对吧? your bad news就是宾语,对吧? 是那个谁的宾语?不定式的宾语 然后这句子的主要部分 整个句子的主要部分在哪呀? 主句在这里,对吧? 句子的那个主干在这里 就是I'm sorry 那个我是很悲伤的 我是很难过的 就翻译成就是 按意思翻译就是 哎呀,实在对不起 不好意思了 就是这样说的,对吧? I'm sorry 这是最常用的那个道歉的用语,对吧? I'm sorry,道歉 哎呀,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什么? 不好意思听到你的坏消息 好 具体的,那句子的主干在这里 那这个to hear your bad news 那是什么语呢? 你说 是冰语吗? 不可能,对吧? 这哪来的动词? 这整句里面就没有位语动词,对吧? 这是一个细动词 既然这是个细动词做位语动词的话 那么我是说没有行为动词在哪? 只有一个听见 对吧? 但这个行为动词听见 它又是什么? 前面有to 它是不定式 也就是说这个to hear 它又不是位语动词 它是非位语动词嘛 对吧? 只有这一个行为动词 而这个行为动词又不是非位语动词 那么就这里就没有冰语嘛 哪来的冰语? 虽然说这个bad news是冰语 但是谁的冰语? 它是这个here的冰语 而不是那个位语动词的冰语 就没有 那个位语动词却是什么呀? 却是这个行为动词 不是 不是 是细动词 这细动词 加形容词 那就是表语嘛 对吧? I'm sorry 这个sorry是表语 I'm跟sorry一起构成位语 好 那既然这里是位语 位语后面 要么就是状语 要么就是 啊 要么就是 冰语嘛 对吧? 它既不是状语 也不是冰语 为什么呢? 这个啊 是状语吗? 状语那就是副词的意思 副词它修饰什么呀? 修饰动词 还是修饰形容词呀 在这里它既不修饰这个动词 也不修饰这个形容词 那它是什么语? 暂时没搞清楚对吧 那它又是不是表语呢? 就是说跟sorry共同构成表语呢? 就是这个 I'm to hear your bad news 是不是呢? 不是 对吧? 它也不是表语 不是我将要听到你的消息 那也不是的 不是说我是听到了你的消息 哪有我是听到了你的消息 这种翻译呀? 没有对吧? 所以呢 就这个又不是表语 既然不是表语 那它是什么呢? 它是我 我听到了你的坏消息 对吧? 是不是? 所以呢 它是补充说明这个我的 我呢是什么呀? 是足语 这个I是足语 对吧? 所以呢 它是补充说明足语的 所以这是足语 补足语 所以呢 它是补语 补语 补充 补足 补充说明那个足语的 叫足语 不足语 足语 不足语 不足语 所以呢 是补语 这个是 好 所以就这种就比较奇怪 对吧? 比较另类 比较特殊了 所以它属于特殊的不定式句型 但是它却经常用 听了你的坏消息 我感到悲伤 我感到不好意思 感到说虑 感到对不起 就 就 就是这样翻译的 I'm sorry to hear your bad news I'm sorry to hear your story I'm sorry to hear your story I'm here to I'm sorry to hear your 等等等等东西 对吧 好 下面这个呢 是同理 下面这个就是同理 I'm glad to see you again I'm glad 什么意思呀 我是高兴的 就我很高兴 然后很高兴干什么 to see you again 就在 再见到你 好 这里to see you again 它肯定就是不定式短语 对吧 这个不定式短语 c是行为动词 前面放to 所以肯定是不定式 这个不定式呢 行为动词 这个而且是集物动词 后面看见 看见什么呀 看见一个兵语 你 所以这个你是兵语 是看见的 这个看见这个c的动词的兵语 again呢 再看见 所以呢 是那个啊 副词修饰这个动作 修饰这个动作 动词c 就是再看见 对吧 是第二次看见 所以它是修饰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修饰这个啊 动词的 所以呢 它是副词 或者说是c的状语 所以呢 就这个啊 不定式还可以拆开 拆开前微 啊 那个位语动词 那个啊 兵语 但是呢 在整个句子里面呢 这个to see you again 就是一个不定式短语 既然是不定式短语 它就不是位语动词了 它是一个非位语动词 非位语动词呢 做什么呢 做足语 补足语 就修饰啊 来补充说明 不是修饰 来补充说明这个足语I 补充说明 我是我在看到了你 我在看到你 然后呢 我是很高兴的 所以是这样一回事 这个也是很常用的句子 就是说您在一辈子当中至少会用到几千次了 对吧 你见到不同的朋友都会这样说吗 I'm glad to see you again 对吧 那个再见到你 我非常高兴 所以这种句子 这里啊 里面好几个句子 这四个句子都是非常常用的 所以你就 一定要搞熟悉哈 就这个句子 句子就现成的句子 你就会经常用到 对吧 I'm happy I'm happy 就我是很 我是高兴的 这个happy跟gloud是类似的 也是高兴的 gloud那是短期的高兴的吧 happy是长期的高兴的吧 因为是幸福嘛 幸福的就是那是高兴的 这是幸福的 所以我是幸福的 to be your friend 作为你的朋友 成为你的朋友 对吧 be your friend I'm happy to be your friend 跟前面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形容词后面 加不定式 to be your friend 是那个不定式短语 就是这样来的 I'm happy to be your friend 很高兴 很幸运 很幸福 成为你的朋友 对吧 就这样说的 I'm happy to be your friend I'm willing to help you 这个呢 我愿意 我是情愿的 心甘情愿的 我是心甘情愿的 I'm willing I'm willing 对 我是心甘情愿的 什么心甘情愿 to help you 就我帮助你 我是心甘情愿的 所以这个还是一样的 这个不定式短语 to help you 是补充说明这个I的 对吧 我帮助你 我很心甘情愿 就补充 就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我 但句子的主干呢 就是我是心甘情愿的 不过呢 就后面要补充说明一下我干什么 心甘情愿 我干这个to help you 来帮助你 我是心甘情愿的 好就明白了对吧 做足语足语不足语 就是形容词加不定式的形式 在句子里面出现 好您多练几遍哈 好再翻译一下呢 中翻译翻译一下练习一下 我很高兴见到你 I'm glad to see you 对吧 很抱歉 听到你的不好的消息 I'm sorry to hear your bad news 对吧 嗯 她情愿帮助你 She is willing to help you 对吧 我很高兴成为你的朋友 I am very glad to become your friend 对吧 I'm very happy to be your friend 对吧 都可以 这就是这种 再看一种 这个不定式的复合结构 这也是四四个句子 都带 都是一样的句型 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 这是非常常用的 我们读初二的时候 每天早上 要朗读这句 这句型 三五次 每天早上朗读三五次 三五遍的话 然后一个学期一百多天 然后重复下来 要朗读多少遍 对吧 好像到高考前还 高考前高三的时候 因为还要复习初中的 从初二开始复习 然后呢 就又朗读了许多遍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speak fluent English 什么意思呢 它是重要的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流利的英语 这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按顺序 翻译就是这样的 你那个总结起来呢 就整合起来 把那些字整合起来 应该说成什么呢 就是说 您说流利的英语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吧 就是这样的 翻译成英语 那就是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speak fluent English 对吧 那句子的主干在哪里呢 主干在这里 It is important 那是很重要的 对吧 那是很重要的 It is very important It is important 它是重要的 这就是句子的主干 然后呢 是for us for us 对我们来说 干什么很很重要呀 to speak fluent English 说这个说流利的英语 所以呢 这个说流利的英语是主语 对吧 说流利的英语 对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对吧 所以这个to it 这个It呢 在这里做形式主语 这个很长的不定式短语 做的这个主语呢 这个真正的主语呢 由于是头太重 所以呢 就为了避免头重脚轻 把它甩到后面来了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speak fluent English 这是习惯的句型哈 非常习惯的 就这个啊 英国人美国人都是非常习惯的这种说法 所以您也还是要习惯 要想习惯呢 就要多多读几遍 对吧 It is necessary for you to work hard 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 这个努力地工作是必要的 对吧 就是这样的 对你来说 这个努力工作是必要的 所以呢 to work hard 是主语 但是呢 It 是形式主语 然后It 是那个系动词 那是说 必要的是表语 对吧 所以呢 是主语 联系动词 表语 它是这样一个结构 但是呢 它的句子的这个语序 却是这样的 先要形式主语 然后就表语 定语 不是定语 所以说错了 是那个谓语 也就是说系动词 表语 然后呢 就 借词端语 for you 然后呢 最后是最长的主语 所以最后面 好 It is necessary for you to work hard 是这样说的 好 这个下面呢 它些都是for you 对吧 这是for you for you是什么呀 for you就是对你来说 对吧 是这样的for you 下面这个不是for you 是of you of you呢 怎么说呢 It is kind of you to lend me your favorite book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 这里也是it is kind 这才是句子的主干 这就完了 这就完了实际上 这就是句子的主干部分 他就那个事情是那个什么的 慈祥的 心肠好的 kind 是慈祥的 心肠好的 It is kind 是什么呀 of you 那就是你是很慈祥的 实际上是想说 对你来说你是很慈祥的 然后你是你很真慈祥 你真慈祥干什么 to lend me your favorite book 就这个行为to lend me your favorite book 这个lend是借 借给我你的最喜欢的书 就你把你最喜欢的书都借给了我 然后这件事情是彰显出那个啊 是他是彰显出你啊 但是这个事情呢 他是很那个很很很善的 是一件善良的 友好的那个善良的 慈祥的 好就这种句型呢 他也跟上面这种句型是非常的相似的一种 他结构上是相似的一种句型 那你也要会说 要熟练熟悉 It is kind of you 就你是你是非常善良的 这个of 它是表明是一种本质的 就你是能够善良的了 这个东西 这个sind是你的性质了 然后这上面这个important for you for us 那就这个important 不是我们的性质 不是这个us的性质 就我们不是重要的 是那个说流利的英语才是重要的 这里也是这个for you呢 就你不是必要的 就是necessary是必要的嘛 就不是你是必要的 而是那个to work hard 努力工作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不使用for 使用av呢 av它就是得对吧 得知翻译成中文是最点最贴切的翻译是那个知 就点横折平纳 那个知 好知就是得嘛 就这个啊 什么的 这个善良的是你的 对吧 你的 你的善良的 所以那就当然就这个善良就是 就是你的属性了嘛 对吧 it is kind of you 好这种就你说习惯就好了 it is kind of you 就指的是你真善良 然后就to lend me your favorite book 你这个你呢 就借给了我 这个这个这个啊 这个什么东西 借给了我 借给我 你的最喜欢的书 your favorite 这个字我们以前说过 讲那个形容词的最高级比较级的时候 这个字出现过 所以您应该还记得对吧 your favorite book 好 下面这句 it is impolite of you 跟上面这句是同理的 同样的 it is it is impolite 它是不礼貌的 palite是礼貌的 前面加上im 就是不 不礼貌的 of you 就你这样不礼貌 什么不礼貌呢 to say such bad words 说这样的坏的字 说那种很下流的字了 对吧 to say such bad words 就你就不礼貌 it is impolite of you to say such bad words 好 这这四个句子 你自己多读几遍哈 体会其中的意思 然后呢 就啊 说多了 就你也就顺口溜了 就就能够说出同样的句型 很多同学 他他已经那个啊 一句都不读 他从来不不朗读 不早读 那样的话 那就啊 到长大了 叫他讲那个啊 这种类型的英语 他讲不出来的 对吧 他一讲就那个啊 错误连篇的 所以您就多读几遍 ok 好 再那个练习一下嘛 中翻译练习一下 对你来说 挣大钱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翻译 也是像刚才一样嘛 对吧 用it开头 it is 这个 这个是就是 对吧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you 然后 to make big money 对吧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you to make big money 就是啊 对你来说 挣大钱是很重要的 对他来说 学习数学是很难的 对吧 很多女生都说 那个学习数学很难 那是过去了哈 过去呃 许多年里面 就是几十年前 对一般的女生来说 学习数学是很难的 好 那怎么说呀 也是一样的 对吧 跟上面那句话是 你看长度都是一样的 那个 那个 对偶对的那么好 或者说 重复重复的那么好 所以呢 就从哪点开始 肯定从这里开始 对吧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her 对吧 to study math 对吧 学习数学 to study math 所以呢 就这个啊 it is very hard 或者说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her to study math 这就这就是啊 这样翻译的 下一句 对我来说 挣钱不重要 那怎么说呢 it is not important it is not important 它是不重要的 谁不重要 挣钱呗 对吧 那就是挣钱是主语嘛 it is not important for me to make money to earn money 对吧 对我来说 挣钱不重要 it is not important for me to make money 这个 你帮助了我 你帮助了我 你真好 怎么说呢 it is kind of you it is nice of you it is kind of you to help me 对吧 sorry 你说这些话是很不礼貌的 那怎么翻译呢 it is very impolite to say such bad words 对吧 刚才出现了 it is impolite of you to say such bad words 你说这些话是很不礼貌的 就这个意思 好 下一种句型 那就是to to句型 to是什么呢 to是太太什么 以至于不能什么 这个to是以至于不能什么 这就是太什么 以至于不能什么 的这个句型 这太后面肯定接形容词 比如说太多 以至于吃不完 以至于不能吃完 所以太什么 以至于不能什么 就是to to句型 怎么用呢 I am too busy to help you 什么意思呢 我是太忙的 这是繁忙的 我是太繁忙的 以至于不能 这个这个图就写的很多信息 对吧 以至于不能帮助你 我是太忙的 以至于不能帮助你 I am too busy to help you 你看 所以就是这样说的 记住了哈 这种也要朗读几百遍 然后你就你就熟悉了 你就能够脱口而出了 然后the news is too good to be true 那个消息 那条消息是太好了 以至于不能是真的 对吧 the news is too good to be true the news is too good to be true the banks are too big to fail 那两岸 那核的两岸 因为为什么我知道是两岸啊 核只有两岸嘛 对吧 而且因为这里加了负数 所以不是不是一个岸 所以呢 the banks就是两 哎 两岸吗 不是不是说了说了说了 这个bank不是核岸了 是银行 那些银行是太大太大了 以至于不能失败 就不能倒闭 这是当时奥巴马说的 奥巴马2009年要拯救美国的那些大银行 就这样说的 the banks are too big to fail 那些那些银行太大了 以至于不能倒塌 如果他们倒塌了整个国家就完了 就这样说的 the banks are too big to fail 所以就不是我我刚看见这个句子 我还以为是 那河岸已经就被那个被我们修筑的太大了 于是洪水再冲 他也不可能倒塌 我还以为是那个意思 这不是啊 这是银行 因为这个字它既是银行 又是又是河岸的意思 Jetbox is too heavy for Bob to lift 什么意思呢 那个箱子是 是太重的 是太重的 对Bob来说 以至于不能抬起 这个lift是抬起来 升起来 所以再读一遍 that box is too heavy for Bob to lift 就这个意思 那个箱子太重 Bob抬不起来 好 这是突突句型 就啊 你自己也要造句 然后也要这个这个啊 现成的句子要多读几遍 然后把嘴巴读 读顺流 读灵光 对吧 好就没练习了 然后呢就这个啊 还有感觉动词加不定式呢 就那个不定式突要省略 那个不定式的突要省略 OK 我们来看一下 I saw my friend 我看见你的 我看见我的朋友 run on the street 在街上跑 跑 在那条街上 对吧 on是在什么上吗 on是在什么上面 所以在那条街上面 on the street 这是街词短语 OK run on the street 就在那条街上跑 就是run on the street 好 然后就 I saw my friend 就我看见我的朋友 这肯定是句子的主干部分 对吧 我I是主语 sore是谓语 谓语动词 然后my friend 冰语 然后这个是相当于是补足语 对吧 补充说明这个my friend 我的朋友在 是冰语补足语 补充说明我的夫人的my friend 然后呢就 本来是too long 对吧 too long on the street 因为这是不定式嘛 既然它不是位语动词 它是非位语动词 对吧 这是不定式短语 不定式短语 但是由于这是感觉动词 sore是看见 是感觉动词 所以呢 这个to被省略了 必须省略 省略之后呢 就只剩下一个光落落的这个 啊 动词原型 所以I saw my friend run on the street OK 不是I run 不是我在跑 是我看见我的朋友在跑 所以呢 就这个啊 他不是来说明这个主语的 既然不是用来说明主语的 描述主语的 那他就不是位语动词呗 对吧 他就不是位语动词 那他就是不定式短语 OK明白了 对吧 he watches people dance 他观看这个看上面那个看是看见 说是看见 这个watch呢 是那个啊 观看 就坐在那里观看 he watches people dance 人们跳舞 他观看人们跳舞 这也是一样 对吧 他观看人们 这就是主语位语兵语 然后那这个dance呢 是干什么兵语补足语补充说明这个兵语 对吧 然后呢 这个dance是动作动词跳舞 那但是他是位语吗 不是 为什么 he watches people 这才是主语位语兵语 已经都已经人家已经完全了 就哪来的位语啊 这跳舞是他在跳吗 不是是他在看别人在跳 所以呢 这个啊 动词呢不是来描述这个主语的 既然不是描述主语的动词 那就不是位语动词吗 那么对吧 所以这就不是位语动词 是非位语动词 是to dance咯 to dance 但是那个to呢哪去了 因为这里有个看watch 是感觉动词 所以这个不定式的to被挖掉了 没了 对吧 就这样来的 i noticed the chief steal the money sorry the thief chief是那个酋长 the thief 是小偷 我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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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偷 偷那个钱 对吧 他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看见了小偷偷钱 这也是我感觉到了 既然感觉到 就这个to呢 就他的啊 那个to呢 就必须省掉 省掉那个to i noticed the thief steal the money 我感觉到了 我注意到了 那个小偷在偷钱 好 i heard the rain fall on the roof 我听到了 那个雨 掉在 掉在 那个房顶的上面 ok 这是在什么的上面的意思 是借词 对吧 跟那个on是一样的 on the roof 这是借词短语 然后for呢 就是啊 动动作 对吧 动词 但是呢 他是非谓语动词 为什么 我听见语 这只是足语 谓语 冰语对吧 已经足备冰的 已经有了 然后呢fall呢 是掉下来 是我掉下来吗 不是 是雨掉下来 所以是冰语补足语 他是补充说明这个冰语的 所以呢 就是i heard the rain fall on the roof 所以这是也是照样的是 heard是什么来的 是感觉动词 所以那个什么没有了 那个那个什么to没有了 这里也是 Please listen to your teacher speak 请 听 你的老师讲话 好 这个heard是听见 decent to 是注意啊 竖起耳朵去听 对吧 这是竖起耳朵去听 这个呢 是听见 这是有区别的 对吧 那是结果 这是过程 这是区别所在 共同点就是都是听 请听你的老师讲话 好这里也是 请听你的老师 这就是本的句子想 讲完了对吧 但是老师讲话 这个老师是冰语嘛 然后speak肯定是冰语不足语了 但是to speak 对吧 to speak 但是呢 由于你这里是听 是感觉动词 所以这个to必须省略 Please listen to your teacher speak 好 这就这就完了 好还有那种 let somebody do something 让某人做某事 这个也是那个后面这个 让是动词 对吧 某人做某事 这个做 前面这个做前面的这个图 必须省略 必须没有图 就必须是动词原型 让某人做某事 Please let me do it 请让我做他 这个就是 Please let me do it 让我干 让我去做 所以呢 这个去字就是这个图 省略 my father let me drive the car 我父亲让我开那个车 OK 这是驾驶 这也不是驱赶 OK I let my friend borrow my bicycle 我让我的朋友借我的自行车 好 这也是也是一样的 let后面的这个那个图没了 所以是borrow是借 是动词 用动词原型 Let's go to a movie 但这就不同了对吧 这为什么不同 Let's go to a movie 这个图后面 在这里是是动词吗 没有动词 这个图 a movie 这个图也做借词用 是去到一场电影院 去到一场电影 就是电影 去到去到去一场电影 这是借词 Let's go 就我们走吧 然后去哪里啊 to a movie 去看电影 这种这时候这个就是图 这个图是借词 他就使用的 对吧 他就在这里的 好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然后剩下的 明天再说 谢谢谢谢 拜拜